《七大罪是人類七大罪恨的歸納》 分別是傲慢、貪婪、蜥慾、疾度、報色、憤怒和怠慢 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按LIKE吧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繼續為大家介紹七大罪的人物 疾度之罪 大安娜 她是巨人族的少女 雖然巨人族每個都以戰為傲 但討厭戰鬥的大安娜 即使她本身擁有超越歷代巨人族戰士長的潛力 她只會因為保護而戰 而非為戰而戰 後來她經歷過《里歐獵斯王國騎士團》事件後 被憤怒之罪梅里歐達斯 邀請加入傳說中的騎士團 即是《七大罪》 因此她在《七大罪》中最大和最高的成員 她是一個巨人 她小時候遇到怠慢之罪的金 還相處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但因為在金身上發生了一些事 她決定令大安娜失去跟她相處過的記憶 即使之後跟人形形態的大叔金共事 都對她沒有任何記憶 回到我們玩玩大安娜吧 大安娜我自己一共有三隻 但實際上我自己使用時沒有怎樣出場 無論是打副本或是打魔神 或者是用來打PVP 我都沒有用過她的 究竟我為何會升級呢 最主要是用來做基本 甚麼是基本呢 即使用大招 或者是你的角色 例如你的角色出場的時候 你的隊伍其實會使用一些基本 令你更強 沒辦法 我會使用金 有時候會使用大安娜 直接玩巨人大安娜 你看到我很多東西都還沒升 所以這角色也很初步 按進去看看她的招式是怎樣 試試給大家看吧 同卡是220%攻擊力 千枝術 應該是千枝力 然後攻擊使用不能 220%攻 單體攻擊力 到了金卡時 然後有2回合攻擊使用不能 這角色的攻擊力 360% 其實剛才大家也看過 不過再看她的招式 因為這遊戲動畫真的製作得很漂亮 OK 大家看到了 攻擊不可 好 接著就到第二招了 大地之光劍 這招只有100%攻擊 這招有破裂這招 如果是銀卡有150%攻擊 金卡有250%攻擊 破裂這招 純粹地形 就這樣吧 接著就到這招大招了 大地之路號 應該是大地之路號還是路角呢 大概這樣吧 525%的輸出 看看吧 好 這樣就打到地上 嘩 這樣扎下來敵人很難死 接著我們先看看合體技 合體技 600%的攻擊 好 我覺得這遊戲合體技做得不錯 為何這麼說呢 因為合體技真的很有趣 你看到它變成球 然後一下子打過去 撞到別人 嘩 挺有創意 對不對 我印象中看動畫好像沒看過 好 巨人的Dionna 我們看完了 Dionna在作品中 都出現變小的人形形態 在一次跟伊莉莎白採集食物的時候 遇到蘑菇怪 蘑菇怪因為Dionna的攻擊 噴出氣體 她跟伊莉莎白吸入之後 各自都變小了一個圈 但伊莉莎白變成口袋的大小尺寸 而Dionna就變成 這隻藍Dionna的人形尺寸 即使Dionna變成人類尺寸 但依然保留她有巨人狀態的神力 以及技能 而遊戲中 亦有用技能去呈現這種特效 破滅之拳是她的神力 土人形是她小時候 遇到金之前製造的土人陪自己玩的天賦能力 看看縮小版之後的Dionna 這隻角色的格鬥家 其實我還有一隻 不過先讓大家看看 格鬥家方面技能大地之一擊 亦可以做到破碎的忍耐率無效 如果同卡是180的攻擊力 銀卡是270%的攻擊力 然後這張金卡是造成450%的傷害 到了第二招 沙之鍋 這招應該是可以降防 攻擊使用也不能 第二招是減30% 第一招是減20% 金卡是40% 還有三個回合 我們看看吧 這招其實大家要注意到這招沒有傷害 其實有很多負面的效果加進去 接著我們看看大招 大地的審判 應該是差不多的 對了 這招是直接去踢敵敵人的 560%的傷害 貫通的 貫通率3倍增加 到招大了 招大就是單體的敵方攻擊 造成640% 貫通率3倍增加 這招也是合體技 這招是640%的傷害 好 其實我覺得這招合體技也挺有創意的 印象中沒有怎樣看過 在動畫上是否出現過呢 好 看完這招 再看另外那招吧 其實我沒有怎樣玩呢 我又覺得在這遊戲中 其實大安娜 又不是說很必要 當然如果你真的抽極都沒有的話 也要用 那就沒辦法了 對不對 還有一隻 這隻也是格鬥家的 大安娜 大安娜 對了 大家看到了 那些招式呢 破滅之拳啦 我們去看看那些招式吧 好 我們來看看 第一招單體的敵人造成傷害180% 亦有破裂效果 銀卡會有270% 金卡有450% 我們看看金卡 我有170% OK 純粹拳拳腳搖 然後是土人形 單體的敵人 製造成這個攻擊力 220% 單體敵人 到銀卡 應該是技能不可用 protected 這個是220%的攻擊力 接著第三個金卡 攻擊力也有360% 好 看看吧 OK 使用不能 然後他的招式合體技也是一樣 我們就不用特變去看了 不過輸出是640 大家注意便可以了 今天的介紹差不多到這裡 大家如果喜歡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接下來我會繼續為大家介紹 《七大罪》的人物 以及遊戲中的角色 試用給大家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還記得按讚看 我們下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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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